要上数学课了 老师立刻在电子黑板上 秀出题目 让学生上台作答 不用花时间 在传统的黑板上写题目 老师也有多余的时间 到台下指导学生 师生们都反映 用电子黑板上课 学习效果很好 画面非常的清楚 比以前的好很多 他们就会很喜欢上台 来分享他们的答案 然后他们的想法 大大的电子黑板 就像在传统黑板上 老师前一天 就可以把要上课的内容 都输入电子黑板里 要出题目 看影片都很快速方便 让教学过程紧凑 学生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知识 其实40分钟 如果老师要进行 两个以上的教学活动 在活动的转化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不要耗费时间 在电脑跟单枪之间的往返的话 事实上我直接用 触控式萤幕可以呈现教学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可以把浪费的时间拿回来 让学生提高专注 告诉孩子遵守交通安全的过程 能让食物的动画 或者是外面拍的影片 除了交通规则说明以后 马上播放影片让大家看 车祸是怎么样造成 不遵守会怎么样的发生 这些这种互动式的教学 都可以让学生们更深刻 这项电子黑板的教学设备 部分学校早已经装设 新兴国小因为属于市中心的小校 需要透过专案申请 才能够合播这项设备 在市议员郭建盟的协助之下 终于申请下来 学校也积极向民间企业协会 请求协助 希望让每个班级 都能够有电子黑板 或各大企业能行有余力 来帮助政府 把你们的资源 花在孩子们的教育上 让孩子们 赢在这个起跑点上 能让我们高雄的孩子 在学习的效率全面的提升 也赞助了学校两套这样子的 一个大萤幕触屏的一个 坎路式黑板的一个教学设备 那我们也预计在 这个月会进行发包 然后把它增置在 其他的班级里面 那我会希望说 在我任内 可以在一两年内 让学校可以班班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大萤幕的触屏 互控式的一个电子黑板这样 孩子的学习就像海绵一样 给的越多 他们学习的越快 而运用各项多媒体设备 可以让孩子更有效率的学习 也是一项最值得的教育投资 记者李正到来 长邦高雄报道 十本水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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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水不贵